这个还未长大的外星男孩格拉维 在多年后 居然会带领斯科鲁人 开始反攻起了人类 而他之所以会这样做 竟是因为弗瑞当初对斯科鲁人说过的一个承诺 说完 这些斯科鲁人则纷纷变化成人类的模样 成了一批弗瑞从未公开的神秘特工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斯科鲁人觉得 弗瑞可能是在利用他们 并且弗瑞在去了太空后 一段时间还跟他们失去了联系 于是在斯科鲁人的议会上 终而先是把对弗瑞信任的原首领塔罗斯给踢出了议会 紧接着 他们又推选出了想要把地球作为新家的格拉维 来做他们的新首领 但这个议会成员许丽的想法 却跟塔罗斯一样 不愿和人类为敌 说完 雪莉则站起身 忐忑地离开了 出来后 雪莉便联系上了塔罗斯 并把格拉维他们下一步 要攻击人类的计划说了出来 原来格拉维在制造了莫斯科的爆炸事件后 他不仅得到了更多斯科鲁人的用户 而且为了能加强斯科鲁人的战力 他居然还找了一个名叫达顿的博士 来帮他研制一种能让斯科鲁人获得更多超能力的神秘装置 而这一切 还都被塔罗斯的女儿吉亚看到了 随后吉亚就从达顿博士的计算机中 查到了四种被其收集的超能力样本 这些样本 不仅包括复联三种 格鲁特被灭霸弄断的残指 雷神二种 时空错乱气劲 误入地球的冰霜巨兽 并且就连黑药四将中 黑亚星被老王弄丹的手臂 以及钢铁侠三中的绝境病毒 在这里都有 而另一边 这个在莫斯科爆炸事件中 失去了西尔特宫的弗瑞 虽然被变化成俄方警员的塔罗斯 将弗瑞给救走了 但在列车上 他们却还是遭遇了俄士兵的盘查 打发走士兵后 再次变回南深的塔罗斯 则把弗瑞又叫了出来 随后俩人在闲探中 弗瑞居然从塔罗斯口中得知 原来弗瑞在太空战期间 斯科爆炸人在地球上的数量 竟然由原来的几十人 变成了现在的上百万人 说完 俩人便不欢而散就此分开了 而与此同时 那个伪装成反恶人士的斯科鲁人 在被抓后 则被挂扬在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这个女人为了判断眼前的男人 是不是外星斯科鲁人 只见他拿起剪刀走向前 上来就弄掉了男人一根手指 不过下一秒 手指果然变成了绿色 紧接着 女人又拿过一管药剂 对着男人的屁股就是一针 可女人刚一拔下针管 男人的体温便开始迅速飙升起来 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后 男人却没能挺住 终究还是把斯科鲁人 在地球的藏身之地说了出来 与此同时 格拉维此刻也带人找到了这里 不一会儿的功夫 他们就解决了房间的守卫 可就在他们将牢门炸开后 房内则只剩下了被抓的男子一人 原来那个审讯男子的女人桑雅 刚才已经从地下岸道逃走了 不过当男子被扶着出来时 格拉维却却把他给拦住了 然而就在他们驾车离开后不久 他们的车辆便在较外一处偏僻的路段停了下来 随后那个被救的男子则被带下了车 伴随着一声响响 此刻车上的吉亚 也被格拉维的狠毒给吓到了 并且从格拉维看向吉亚的眼神中 似乎他也在警告吉亚 这就是背叛他的下场 而另一边 当弗瑞见到这个如今当上了国务卿的罗德时 罗德却告诉他 说弗瑞已经被开除了 就在弗瑞马上又被带下去时 只见他反手便控制了一方的守卫 说完弗瑞便离开了 在影片结尾 一个斯科鲁人正在厨房切菜 然而当弗瑞走进来后 他又变成了人类的模样 原来他就是弗瑞的妻子 那么你觉得 弗瑞是否知道他的妻子是斯科鲁人呢 可以把想法打在评论区